千万不要随便和粉丝合影 像林希如 赵丽颖那样的就很尴尬了 大家都知道娱乐圈美女如云 所以这个圈子里小美女 真的轻易就被一张合影烘托得平平无奇了 但跟路人合影就很突出 有种红花蓄绿叶衬托的感觉 比如像刘诗诗 公认的五官寡蛋长得一点都不出彩 但跟路人合影才发现 刘诗诗真的很精美 简直仙女下烦了都 还有赵丽颖也被吐槽脸大 甭说跟路人合影了 跟同样是女明星的满苏合影 这脸真的大吗 只能说小圆脸真的太吃亏了 不过小编反而觉得赵丽颖的这张小圆脸更是可爱 小美女明星出现在路人相机里都觉得美 更甭说大美女明星了 感觉跟大家都不在同一个自然的 刘涛素颜和飞机上的空姐合照 刘涛素颜还显得皮肤比较暗沉 这看起来就有点尴尬了 这张照片怕是刘涛最想删除的照片之意了吧 陈红与粉丝的合影霸气十足 林永健下次你找个比你眼睛小的合影吧 隔壁小哥哥不仅眼睛大 关键还比你帅了不少 赵薇和粉丝的合影 赵薇比粉丝多了一丝老道的味道 粉丝则是纯真的味道 这个粉丝小姐姐可真的好看 与赵薇站在一起丝毫没有违和感 看着就像是两姐妹 似乎白加黑 如此安静的超哥看着不习惯呀 难得邓超不斗笔 隔壁 大空姐心里怕是乐开花了吧 超哥简直把他衬托得白了十个度啊 哈哈哈哈 吴莫愁不扮装的时分看起来很像大学生 小编觉得这样子的吴莫愁 更显得青春靓丽 吴莫愁原本就还是个学生 平时在舞台上的大农装 实在不适合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学生气十足的样子更可爱 张含韵欣赏机舱后合影 分不清谁是明星谁是粉丝了 张含韵双手臂画剪刀手 看起来就像普通游客 观赏了某个景点之后拍下的游客照 看起来十分接地气 怕是最没有明星包袱的明星了吧 周冬宇和粉丝合影 两人各有各的特征 周冬宇看起来要更嫩一些 反倒隔壁的小姐姐看起来十分大气 长得还挺好看哈 林心如和粉丝合影 一看就是聪明人 红花精绿叶这么一衬托 更美了